哪些药膳可以帮助我们入睡 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能会担心 吸引的安眠药或增进剂 会对我们的大脑 会对身体造成比较不良的影响 但是中医的 注眠的药膳 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 是 这边有一个叫做三味安眠汤 它有包括酸枣仁 麦冬 远质 酸枣仁会量稍微多一些 大概分别是311的比例 然后我们把这个药拿起来 然后再加500cc的水 煎成50毫升 那所以用一下 可以有安神 灵心 镇静的作用 那为什么酸枣仁 它的成分特别高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本身就有安眠的作用 尤其它可以有一些清干热 其实这个烦热的作用 然后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烦 觉得心里觉得不安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酸枣仁 来稍微安眠一下 麦门冬也是常用到一些 类似口干舌燥 类似烦燥的 甚至会觉得消耗不良的那种状态 所以麦门冬它本身也有 宁心 安眠的作用 特别是火气稍微大的时候 可以用一下 然后这个允治 它本身也是有养血 养心神的作用 所以它也有安眠的作用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 基本上对于那种 比较容易烦燥的人 或者比较容易生气的人 觉得肝火比较大的人 那种惶惶不安的人 会比较适合一些 是用这个著名的药膳 医生你刚才讲的 它可能有比较适用 就是它可能比较烦躁 火气比较大 那其他人呢 它有适合什么样其他药膳 还是这个可以做加减 是 可能就需要问一下 周医师看 有没有需要用哪些方 或者是需要加减一些方 那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药膳 桂圆莲子汤 它就是桂圆跟莲子各二两 那一样是加水煮汤 这样就可以 一样有养心 健脾 凝神 补胜的功效 那跟刚刚的那个三个安眠汤不一样 刚那个是虚反虚老 那种反热肝火大的 那这种比较偏向于 比如中老年人 那种疲倦 有点神经衰弱 容易我们讲怕冷 比较偏寒性的 会比较适合用这个桂圆莲子汤 那这也在睡前吃的吗 还是平常就吃的 平常就可以用 它本来就有一些羊血 羊皮 养神的作用 但如果您要取它 助眠的功效的话 可能就需要在晚餐之后使用 这样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是 所以其实有关助眠的一些药膳 我们都是建议在晚餐后 就是接近睡觉前去 使用它是比较有疗效的吗 是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不要再睡前吃了 马上就去睡觉 因为中有句话叫做 胃不合的 窩不安 意思是指说 胃消化不良 脏气 吃太多东西会不好入睡 那您如果喝了这些汤 吃了这些药材 胃正在消化东西的时候 您马上去躺 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特别是有的人胃比较不好的 比如说他有胃困痒的 容易胃食道逆流的 我们都会特别建议说 您在睡前两小时 您该喝的水 该吃的东西 就全部都那个时候处理掉 所以就是九点前 因为十一点要准备入睡 九点前就把该吃的晚餐 跟该吃的助眠的一些饮品 药膳全部把它吃完就对 是的 可以当作是饭后点心 这样子的做法来使用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